在網梅路588號的杭州灣建材市場中的冰雪大世界 據悉 這帶很繁華 有各種各樣的市場 包括杭州灣裝飾城 理想汽車城 家具城 車管鎖等 平時人流量很大 6月9日中午 現場附近的車行老闆孫明對大紀元記者說 上午10時多冰雪大世界中爆炸 當時我在現場看到 從頭到尾都看到目擊 跳樓逃生的不僅一個人 有很多人 應該有不少人受傷 也有人死亡 事發時現場發生巨大的爆炸聲 說明說 應該是冰雪大世界中的壓縮機 冰櫃之類的發生爆炸 爆炸時聲音很大 主要是在冰雪大世界移樓 裡面有不少人 有去冰雪大世界中玩的遊客 還有商戶 二樓裡面有車管所辦公大廳 有很多人在裡面辦證 別說了 到現在我心裡還未定下來 驚雲未定 孫明說 現在這裡還有幾十台消防車 這裡全部封了 已經將我們全部疏散 不准留在那裡 冰雪大世界樓下店舖的老闆 周東輝說 我們二樓的冰雪世界爆炸 有些人跳下來 有些人走下來 那裡有一些工作人員 我們都撤離了 詳細情況不知道 杭州市臨平區望梅路588號 一名女居民說 旁邊一幢大樓出事起火 現在非常緊急 我們都在這裡看 沒時間跟你說 具體原因和詳情不方便多說 各位女居民說 有人從樓上跳下來 已經送醫院 這裡都停業 道路已經戒嚴 車入不到你 育體 圈